隐言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都是尊师众教 在整个历史中任何朝老师都格外受到尊重 在人们的印象中 老师的形象代表有知识 有修养 有奉献精神 人们把老师比作园丁 比作大树 然而 有些老师却真的配不上老师这两个字 他们道德沦丧 心里扭曲 把魔抓伸向自己的学生 以一引起轰动的举报信 2022年2月23日 一篇题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奇 与他的学术后宫的文章出现在网上 一名女学生实名举报教授李奇 说他利用职权胁迫多名女学生与其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 文章发布之后 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网友们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举报信太过于夸张 并不可信 特别是在李奇否认所有举报之后 很多人开始质疑举报人的动机 其实 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 一名女学生学习不努力达不到毕业标准 在与导师建立不正当关系之后 要挟导师为他的毕业开绿灯 否则就把他们的不正当关系公布于众 有人认为举报信上描述的事情应该是真的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学生 如果不是遭遇难以承受的痛苦 又怎么会自毁生育写这样的举报信 他们很同情这个女学生 对她能够勇敢站出来揭露人渣的丑恶面目表达支持 还有一些人觉得这只是一场龌龊交易 双方只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最后因为合作关系破裂 双方又开始互相拆台 互相报复 谁都不值得同情 这封举报信的内容看起来如此荒唐 这是真实的嘛 最后这名教师又是怎样的结局 二 学校雷厉风行快速处理 在这篇文章出现在网络的同时 上海中医大学纪检部门也收到了同样的纸质举报信 同时来自网络上的热议也引起学校领导的关注 经过开会讨论 学校纪检部门立即达成一致意见 事情必须要尽快处理 而且必须要处理得公正 如果学校不做出快速反应 事情会进一步发酵 学校的声誉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如果处理有失偏颇 学校将会成为众矢之地 当天下午 上海中医大学在学校网站上发出公告 学校已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 暂停理其职务 对于上海中医大学的快速反应 赢得了很多网民的高度评价 同时也有一些人质疑 特别是在网络的举报信当天晚上被删除后 很多人都认为学校发出公告只是为了尽快平息事件 不会有下文 毕竟理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中国医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对于学校来说举足轻重 这样的教授可以说是学校的招牌 其实举报信是真的 也不会为了一个学生毁掉招牌自报家丑 之后学校很可能会安抚举报的学生 然后一拖再拖 直到这件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最后不了了之 然而 事情并没有向很多人预料的方向发展 2月25日凌晨 学校通过校园官网公布最终处理意见 理其被解除聘任合同 取消教师资格 学校如此雷厉风行的快速处理 让所有人感到惊讶 更让人震惊的是 从处理结果来看 举报信中的内容看起来如此荒唐 这人是真实的 3 衣冠禽兽施得沦丧 2020年 小赵被上海中医大学录取 并成为理其的学生 对于小赵来说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理其中医领域是权威 能够成为他的学生 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会得到很大帮助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在未来几年里 理其将成为他的噩梦 最开始见面的时候 理其给了小赵一个拥抱 理其解释说他在美国生活多年 这是那里的礼仪 不过男学生却从来不享受这样的待遇 除此之外 他也经常会借助各种机会和理由 与女学生进行身体接触 比如说看看手相 摸摸头摸摸脸等等 这些虽然有些过分 也不算超越底线 后来的事可就不简单了 与小赵比较熟悉之后 在有意无意之间 理其透露他的婚姻并不幸福 告诉他自己与爱人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没什么感情 自己很空虚很寂寞 当一个善良的女孩听到这些事往往会表达同情 而这就是理其设计的第一个圈套 同情会让人更软弱 更包容 也更容易屈服 理其就是利用这一点 随后他多次约小赵出来聊天 聊的内容大多也是与感情相关 这时候小赵就已经看懂了理其的意图 后来理其开始利用 他告诉小赵如果能顺从他 就会在学习上受到更多的关照 当然这也是威逼 如果不顺从肯定会遭到刁难 如果导师不同意的话 他是很难毕业的 好不容易争取到这样的学习机会 小赵不想就这样毁了 于是他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交往期间 理其曾多次向小赵表示 自己会和爱人离婚 会和他创建一个美好的家庭 小赵也信以为真 理其在和他开房的时候 从来都不会采取安全措施 没过多久 女生怀孕 而理其就换了一张嘴脸 只说了两个字打掉 小赵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理其也不可能陪他去做人流 只能是他自己去医院堕胎 在他经历了身体的痛苦和内心的折磨之后 他开始觉悟了 觉得理其并不可靠 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玩物 于是他提出分手 理其这时候还没有完全对小赵失去兴趣 他想继续控制小赵做他的玩物 于是又用各种优厚的条件利用 同时还说了很多甜言蜜语 小赵再次相信了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小赵经常与理其发生争吵 理其逐渐开始厌烦他 想把他毁掉 他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偷偷地把小赵调理身体的药 换成另外一种药 女生吃了之后会出现头晕等症状 而且理其还到处散播谣言 说小赵精神有问题 经常胡言乱语 这时候小赵终于认清了理其的真面目 于是他去质问理其 并告诉他要把所有的事曝光 理其对他苦苦哀求 然而他再也不会相信他的花言巧语 心情欲竭的小赵通过与同学的交谈 才知道理其不止诱惑过他一个学生 他用同样的手段骗取过很多漂亮的女学生的感情 与他维持关系的他就会照顾一些 而不屈从的女生就会受到他的各种打压 如果想要断绝与他的来往 他就会用各种手段败坏他们的名声 而且理其喜欢用各种手段挑拨这些女学生为他争风吃醋 就好像他是紫禁城里的皇帝 那些女学生就是他后宫的宠妃 他很享受这种被围绕争宠的感觉 小赵最终决定不要再受他玩弄控制 哪怕是玉石俱焚 也要揭露他斯文面具下的丑恶嘴脸 于是就有了那篇引起轰动的举报信